万安45号演习27日下午登场 屏东县长潘蒙安来到警察局 听取房情传递简报 掌握各项勤务状况 下午1点30分 屏东县警报响起 此时街道近空 潘蒙安与演习副统裁官 后备指挥部指挥官傅政成 市岛人车疏导离车疏散演练 在寻屏东市区道路 市岛屏东车站遇空袭灾害 防务团启动救灾 防空疏散避难 灾灾救护及消防抢救等作为 在车站内乘客都充分配合演练 秩序良好 还有外送原送餐送到一半 听到警报响起 就进到火车站配合演习 民众都展高配合度 让这场演习圆满顺利 30分钟过后长生解除警报 演习顺利结束 市岛团回到陷阱局 针对演习过程检讨讲评 潘蒙安特别发放加菜精 慰绕相关人员的辛劳 因应两年多的疫情 没有办法去做演练 今天配合万安45号演习 这个过程平顺 当然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会精进 但是还是要再次感谢 我们全体县民的 不管百工百业各行各业 大家都能够来配合国家的政策 大家共同来响应 这个国行的安全 这个演习能够能贯彻到 每一个家家户户 能够让大家有共同居安思维的 一个态度 潘蒙安表示 近期因恶物战争敌机扰台 宪明因加强国防心理建设 期许透过演练让民众建立灾防 危机意识 凝聚全民总动员防卫能量 以因应不实之需 记者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导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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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